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还需以此化身来救本体呢 叶凡贺寒 黑黄 先让他交出缘 这死狗就顾着过瘾了 正事都快给忘了 大黑狗越来越投入 人闯顶礼膜拜吧 笨黄宽恕你的罪行 匍匐在我的脚下 我将指引你的前路 红队 雷电降落劈的段德连寸带跳 段德气得浑身颤抖 妈的 有完没完啦 赶紧叫出所有员 我让他停下 叶凡透过雷电揣衣 你们太没人性了 这是贫道舍生枉死播来的 你们 你们怎能如此 短德不甘地叫道 道长 你过去不是一向如此行事吗 叶凡言语 贫道向来 留有余地 可 你们 木讷道人短德皮头散发狼狈不堪 人丑 低头吧 本黄原谅你的无知 黑黄一服神棍姿态 降下紫霄打断了他的话语 人丑 祷告吧 本黄 人丑 扣手吧 本黄 这大黑狗确实装上瘾了 威严的声音不断 雷电一狂脾气的断德要吐血了 死狗 赶紧收缘 野发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个家伙太折磨人了 人丑 从此皈依本黄 五将与你同在 荣耀将与你同在 五将指引你走向不朽的长生之路 我的人仇贵服下来吧 大黑狗终于吐完了最后的话语 他实在是折磨人 让叶凡宇突飞都受不了了 就更不要说倒霉的断德了 断德被雷点劈的浑身冒白烟 劲气少出气多 只剩下少半截身子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跟条死狗一般 但口中却在骂骂咧咧 死狗 黑狗肉你大爷的我活顿了你 人丑 你服不服 黑黄昂着头颅贺问 给你们远 我给你们 赶紧打开此地尽致 木讷道人一斗手一大堆远 五光十四出现在地上 叶凡没有上前 追猜不过万劫园而已 远远不够 作人不能太贪了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黑黄继续施雷电 你们 只以为可以杀死我吗 木讷道人的身体忽然虚淡了 他竟在原地解体化成了虚无 独结天宫 神奇不死 无处不在 很难被灭 大黑狗眼中闪烁光芒 不过碰上本皇 算他倒霉 这以为 解体就可以能够躲避过一劫吗 哄的一声 雷电胶织每一寸空间都被充斥了 电光如海 淹没了山峰 这就是九劫道文 管你化成什么 只要你还活着就得渡劫 断得残叫 断得儿的一声残叫 你 声音从虚空中传来 秋元 我们不想多说废话 不拿出六万机缘 今天就等着化成飞灰吧 土飞也跟着喊道 我的人丑 你再不识抬举 别怪本皇无情 大黑狗威胁 好 你们够狠 我就身上的圆都给你们 短得交集 他把外面的本体被灭 漫天晶莹闪烁 诸多圆块从天而降坠落下来 山巅上是一片璀璨 五光十色让人炫目 这么多的圆堆积在一起 灵起阴郁 让人有迷失的感觉 这种光灿灿的东西 实在是感人心神 叶凡可不想被断得偷袭 黑皇 困住他 我去收圆 这一切都很顺利 叶凡大袖挥洞 将一地的圆收了起来 足足有五万多金 这是一笔庞大的财富 如果加上他手中的两万五千几 还有内力神源 他几乎已经可以突破到 道宫四重天了 突然轰的一声 天摇地摇 这座山巅崩碎 所有的道文都军裂了 万丈雷电消失不见 图飞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 坏了 又很愿意 绝对的力量摧毁了一切 大黑狗心惊肉跳 叶凡二话不说 将玄宇台挤出 扔在了地上 与图飞跳了上去 而后将黑皇收进了袖子中 避免暴露 与此冲上 第二声巨阵传来 所有道文全都粉碎 天地富贵清明 一切都显化了出来 之间 真正的断德本体 一副凄惨的模样 浑身是血 披头散发 是他逃到了这里 引动诸多修饰出手 河里轰开了此山 八大一声 天空中 被最后的紫霄席卷的 木讷道人浑身交互 坠落了下来 断德与木讷 木讷道人心声感应 顿时明白了一切 气得差点将心脏吐出来 卧槽 你那 他点指站在悬浴台上的两人浑身都在惊乱 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场 差点被人给打杀 结果 却被人将所有的缘都给洗劫走了 诸多道士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刚才紫衣少年叶凡 被他们追杀的 大口喷血 也没有这么激动啊 眼下这是怎么了 不对 原初 机号越变色 他是天生的身亡体 与圣体有奇异的感应 觉察到了什么 叶凡背对众人挥了挥手 与先前风骚的断德有的一拼 不过 结果却有天地之差 断德最后关头 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 而叶凡却成功开始横堵虚空 这一刻 短德气的肠子都抽搐了 胃疼 肝疼 肺疼 牙疼 浑身都疼 光芒一闪 震闻闪耀 叶凡与土匪的身影 刹那没入敞开的虚空中 机号越大喝 拦住他 不要让他们横堵虚空 下酒忧不知为何 在机号越大喊 前就已经行动了起来 脚下九道隆起 化成彩色匹炼横空 向前飞去 叶凡投入虚空的刹那 听到了机号越的叫喊 心中一灵 神王体果然敏锐 觉察到了一丝异常 相隔这么远 他并没有刻意压制圣体 结果对方有了微妙的感应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以横堵虚空 进入了永恒的黑暗中 远处的山栏间 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这片空间嗡的一声颤抖 叶凡他们所留下的旋御台 未能自毁 一切都被定住了 下酒用 白衣出尘 脚踏九道龙起 第一个冲上的旋御台 一下子消失不见 两名灰衣老人 紧随其后 神王体机号越 气宇轩昂 头顶一轮神越 皎洁如神灵 一闪而没 也成功的横渡虚空 短得紫衣飘动 依然是叶凡的样子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化成一缕黑烟冲了上去 也是不见踪影 追 不要让他跑了 后方众人大叫 全都向前冲去 开始横渡虚空 可怜的木论道人 还没有爬起来 就挨了七八脚 被踩得呲牙咧嘴 他也一冲而上 追了下去 两千里外 虚空暗淡 扭曲过后 出现一道裂缝 叶凡与土飞冲了出来 不对 后面有人追了下来 叶凡心头一跳 那道虚空裂缝 波动距离 很明显有不少人 横渡而来 黑黄说道 快走 暗中有狠人 定住了悬浴台 不过 他们倒也并无距异 因为准备充足 专门在一座山峰上刻下了更为复杂的连环道文 最后破壞了更为复杂的连环道文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